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要來開箱帳篷 上次我們開箱的是 算是臥室的帳 我們一直想要找一頂客廳帳 Costco最近有一個 Timberich 戶外露營 然後還滿便宜的 我們說先買來試看看 以後要換什麼臥室帳 應該也都可以喝 天目應該沒事也可以拿就可以不用給露營 其實我覺得很多露營專賣店賣的天目 我覺得顏色配起來有點單調 我比較屬於喜歡繽紛色彩的人 去買的時候架上只剩下這一個 是這個配色 其他的箱子的配色都是白色配灰 那我們現在打開了 這是他的天目 這是銀丁 這是他的 支撐柱 那我們今天就來實際搭看看 聽說天目不是很好搭 現在在裝這個支撐桿 兩支 然後我們要把天目拉開來 爸爸說他上網看了很多天目的搭法 都有兩條繩子 但他說這一款只有一條繩子 一條好奇怪喔 將支撐桿插入對應洞裡面 接著將繩索固定 因為在露台不能打釘 所以固定在圍欄上 依序將四條繩索固定就可以囉 接著透過縮實畫面 來看看我們是如何將天目搭設完成 現在爸爸已經完成了 在露台試搭這個天目障了 爸爸你有什麼心得想要分享嗎 根據你在搭的過程 我覺得當然在陽台 固定有點困難 然後我覺得他的旁邊 只有一條繩子 我覺得有點不夠 我覺得可能要再加一條 真的出去大的話 我看外面 人家大那邊都有兩條 然後往下拉 現在沒地方拉所以有點難固定 然後還有就是我覺得他的那個中柱 其實很軟 他中柱的結構我覺得好軟 我覺得甚至比我們去早點零買的 這跟伸縮感的那個強度感覺還要差耶 所以可能要再多買兩隻來替代 對啊比較細耶 對啊比較細 你看他真的比早點零買的還要細 跟早點零上面最細的零件一樣 真的要中柱可能要換這樣 媽媽要直接去那個 弟弟一直叫我們要趕快出門去接個格 我們有空再去外面草皮把它搭起來 那個有空直接就是隔天 昨天在露台已經試搭完了之後 我們今天就把它拿來河濱公園自搭正搭 他這兩根是我們第一買的 在早點零買的伸縮的 對 啊這兩隻的土架結構甚至還比 他原本附的這隻 他這隻真的是還蠻細的 這台絲紮就可以繞了 對 然後還有銀釘 對 來後來發現說銀釘真的是還蠻重要 沒有銀釘你弄完然後繩子繃緊的 就很美 而且啊原本的那個 兩邊都只有附一根繩子有點難 然後現在用兩根後真的綁起來是不是就順很多 太開心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這樣子呢 來去台中露營 今天河濱公園風還蠻大的 雖然說他那個東西有點細 然後又走一條繩子 感覺有點拉殘 但我覺得以他的1200的價格 CP值真的 也不能再苛求他什麼了啦 對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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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有的話 我們可以吃的時候 有一次吧 actively吃東西